哈喽我是老雷 知道我这个吧 就是我这个小粉红色的本子 我在看习近平发微博的那个事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微博不是被和谐了吗 我不是玩不了微博了吗 我当然就去处了 人家可以玩了 我就关注我 也是一种疑影 对吧 我看了 而且有意思的是 我是在这个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清楚 我是在这个CCTV 他的YouTube频道上面看到 知道吧 就是人家不让你作为中文 人家不让你上个YouTube 因为我也不知道 是一种精神污染或者啥 但是呢 这个不说明人家自己不要玩了 知道吧 人家还专门看一个频道 天天在那上传东西 知道吧 就是这样 不过无论怎么样 我还是看了 对吧 我觉得 光这个事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可能 你作为一个 非民主的一个那种专制 那种领导 你发这种东西 就是你玩这种那种 微博或者啥 还是觉得很了不起 或者啥 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 就是 别忘了这个谁 Cameron 就是英国的那个谁 他不是两年前已经开始 玩中国的微博吗 他不是开了一个账号吗 人家半句中文都不会 但是还是会 发那种微博 对吧 然后人家 Barrick Obama 有一个 好像Twitter上有两个账号 然后每一次 他用他那个 美国总统的那个号 如果他自己 打的字 他自己发的推 他会加两个字 BO 两个字幕 就是那样 你就知道了 这个是他自己用手 打的Twitter 就我觉得 挺正常的一件事 对吧 然后人家 习近平 他现在就按了 我就看到了 他按了一个回车 其他都没看到 我就觉得 好吧 也不是这么坏事 就是让他多一点 跟下面的人交流 也不是这么坏事 但我没有觉得 有什么留我去的 问题在于 我发现了那个亮点 对吧 也不是我自己 第一个人发现了 很多人已经发现了 很多人已经吐槽 什么变态 辣椒啊 或者是文山娃 或者啥 你看到这个键盘 对吧 键盘上不是有一个亮的地方吗 那个就是亮点 他们就好像在 回车的那个东西上 加了一个贴纸 说这个就是回车 你到时候 你按这个 不要不要按其他的 你知道吗 我在想 这个太可怕了 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是可怕 因为我一直觉得 这个共产党 尤其这几年 他非常不团结 你知道吗 就是 他能团结吗 他是八千万个人 首先人很多 而且钱也很多 就是不是说 他们自己 而是那些国企 他们拿着什么税啊 钱非常多 然后历史非常复杂 对吧 很多受害的 撕害的 他有一些保守派 毛走派 什么 比较实在的人 什么的 当然不团结 而且越来越不团结 我就觉得 这个是 黑他的意思吗 这个是解放军里面的人 在黑习近平吗 就是我们不是一直宣传 什么习大大的那种理想吗 什么中国梦 结果呢 我们发现了 好像解放军里面的人 他们好像觉得 人家习近平 奔到什么地步呢 连回车都找不到 我觉得至于这样黑他吗 我们家连奶奶90岁了 91了 他都找得到回车了 就回车就这个嘛 他都找得到 人家习近平 怎么可能找不到 人家不是精英吗 不是最优秀的领导人吗 就是我就觉得 你要吗 这个是在黑他吗 那我就相当可怕 就是连解放军都在黑他 要么你真的觉得 他有可能找不到回车 那如果那样的话呢 你还觉得 人家找得到钓鱼岛吗 就看见到你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